首先我們來關心 三十七名死囚主張 死刑侵害人性尊嚴 生命權 申請釋憲 憲法法庭今天宣判了 死刑有條件核限 但需要線索範圍 大法官認為 死刑必須只能適用 個案犯罪情結 屬於最嚴重 而且要刑事程序 符合憲法最嚴密之 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才能夠判死刑 此外 個案救濟的部分 三十七名的死囚 在符合判決的意志之下 都可以申請檢查總長 提起非常上訴 常常排隊人龍 詮釋停判民眾 法庭作物虛席 申請防律師 法務部官員 也都接力現身 再度齊聚 不為別的 都是聚焦在死囚的 事件申請 扣官憲法法庭 挑戰死刑存廢 國內廢不廢死 如今答案揭曉 選擇死刑作為最重本性 目的在此行為人承擔 相對應之罪責 得任公正應報 及嚇阻 這回判決包含普通殺人 強制性交殺人 強盜殺人 以及魯人勒索殺人 雖然憲法法庭認定核限 但強調在判決死刑前 不但必須確證 犯罪情節達到最嚴重 更得經最嚴密程序 等同大幅限縮死刑適用範圍 他的立法目的要追求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 他所採取的制裁手段 也就是死刑 要是達成目的所不可或缺 最小的侵害手段 除了受到憲法的實體保障外 也應該受到 與其相稱的最高度程序保障 縱使判河憲 卻是有條件 尤其程序上設下層層門檻 從偵查初期 警方偵訊階段 強制律師辯護 各級法院審理 判死也得合一挺法官 以制絕 官司上到第三審 處要求強制辯護 也一定要有延遲辯論 關鍵變動還有 具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一律禁止判死 現行的刑事訴訟法 等法規必須修正 大法官最後的選擇 他做一個現說的解釋 那不過嚴格來說 我並沒有特別看得出來 大法官有太多的線索 從大方向看起來 邱和順的部分 應該是大法官所指出來 應該要 檢察總長應該要提出 非常上訴的案件之一 我們會再提起非常上訴 全台三十七名刺刑犯 至今尚未執行 依照這次議席 所有人都能請求 檢察總長提非常上訴 但特別明定 犯下難投連續 殺人案的林渝如 一擊死求 省其物 林望仁 涉及精神障礙 在修法前禁止強決 最高見也發聲明 即使死刑犯媒體 非常上訴 也將主動逐案越覽 判斷個案是否能救濟 也就是死刑執行 依舊沒有時間表 國內死刑爭議 永遠是個難題 記者 陳冠旭 謝震領 台北報導